之前我们影视巨峰给很多嘉宾都送过像这样的微缩礼物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那都是我们自己用心设计和制作的 虽然说真的它不贵重 但是对这些名人来说是一个很好能表达我们诚意的方式 往往能够快速地拉近关系 相比送别的礼物会更有趣一些 而制作这些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就是3D打印 你应该听说过 事实上这个技术在我们公司里面用的非常多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正经和你介绍过 有一些我们公司很独特的东西 别的地方应该见不到的 也没有机会和你呈现 但这个视频可以 当然我首先得说 我们一直使用的3D打印机品牌拓竹 和我们一拍几合赞助了这个节目 但是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台3D打印机 我说真的更多就是想带你来看一看 3D打印这项技术 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做的哪些事情 以及对我们影视巨峰这样一个100多人的团队和公司来说 这个3D打印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先带你来了解一下3D打印的原理 那现在我们最常接触的3D打印方式主要是两种 那首先是FDM 简单来说就是把这样的塑料给融了 然后喷头再一层一层画出你想要的形状 那它非常好上手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会有一些沉纹 你打印一些日常的小玩意那是够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高的表面精度比如做手办 那你大概率会用到第二种打印方式 就是光固化成型 那我们最常用的SLA它是通过用紫外线 逐层照射液态光明树脂 就能够让材料将一层层固化变成模型 但是光明树脂有一定的毒性 所以操作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打印出来的东西还要经过二次处理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没有手工的经验的话 SLA这个模式我是非常不建议尝试的 那当然工业上还会有其他的3D打印方式 但是那些都会比较昂贵和专业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讲 我们公司目前用的基本上都是第一种 那个叫做FDM的打印机 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进化了非常非常多 早年间真的巨难用 各种东西都会打爆掉 但是现在精度超高 那本来最开始 我买来是给我们公司开发产品 但是买回来之后吧 这打出来的东西就和我想的 有这么一点点偏差 这个空间是我们经常拍节目的地方 你肯定很熟悉 但这一次我们放了很多 我们弄出来一些3D打印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们公司同事 为什么能够做到不会建模 但是有这么多奇的东西 这是确实他目前在用的 但李思维他基本上没有注意过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是之前我们公司 一位同事非常非常喜欢这个IP 然后他之前吃麦当劳 要所有同事去帮他吃了 然后吃完了以后才换来了这些所有的东西 但是当时麦当劳给的是一个纸的 所以很容易坏掉 于是他我们公司的蜥蜴 我们公司的一位职业道具师 打印了这个东西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很帅 然后这个你敲一下 我给你拿上来 放这 生气了 先作气 对吧 老板不跟你好好说话 李斯文一个废物 商丹麦接不到 4000万弄不好 把你打一顿 就正常情况下 我是直接敲桌子 然后你回到宫队的宫队了 你怎么把人也敲掉了 屁股掉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你看过吗 篮球框 这个也能打 它可以直接打出这个链条来 哇 这么高明 你扔一个能不能进 我先扔进你给我100 你比我先扔进我给你500 应该是我500你100 因为我是厉害的 好的 我给你半分钟 倒计时30秒 7 6 5 就你看这也是倒计 你看这里有几个打印的 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个应该不是 这个肯定是 这个猫式的 相框式的 你看这是我们的无线 我们也许可以分享这个模型出来 哦 确实 这个挺好的 这个还挺精致的 你别说 花瓶 打印了 花瓶 作为一个团队 会显微二五出 更成功 那时候我的答案是 我 我 这哪里出来的声音啊 我来年后的今天 我的答案变了 哈哈哈 答案之书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打的一个玩具键 就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它解答 是的 我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它解答 你有时 剩下生活中有什么烦恼吗 我觉得我最近睡眠不足 就是成年人的事是经不起推敲 因为一旦推敲 你看到的要不就是一地积脑 要不就都是委屈 我觉得公司经营目前还不够好 所以在学生时代我会想着问题 遇不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因为你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答案之书 因为它有解答一切的答案 我不知道我们公司谁做的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有人想要的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我们小伙伴自己打印的一些怪东西 那这些模型 大多都来自于像Maker World Syncverse Printable这样的3D打印社区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设计师们 愿意大方地分享出他们的作品 那我们也想出一份力 所以把我们的相框模型也发布在了社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打印试一试 都是免费的 所以你看哦 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的3D键 确实都在我们公司里面放着 但现在我和李思维给你展示的 更多就是好玩这个方向的 但其实真正实用的是 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 产品部门 这里就是我们产品部门 经常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边会开发很多很多的东西 而这里有的是最终成品 有的是3D打印键 没错 你给我讲一讲我们公司3D打印了什么好东西 首先第一个你看 几乎每个人都有的我们的手机壳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设计完成的时候 我们就先会把它用3D打印的形式打出来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打一个单壳 然后再打一个这个带手机的 这样子我们可以验证比如说这里 它的过度是不是圆滑啊 它的手感怎么样啊 然后看一下贴合度 得有一个小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你感性其实做手机壳的厂商 在iPhone这种手机发布6个月之前 没错 就已经会有它下一代的模型了 我不能给你展示 嗯 但是已经可以有一个 下一代的手机壳的样被打出来 这样防止手机一出来的时候不配 没错 那比如说这个 通过AirTag防止镜头盖 丢失的镜头盖 我到现在仍然想互卫说我做的这个点子很棒 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 极蠢 你现在一个AirTag要多少钱 也要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去找一个几块钱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个 你虽然只有几块钱 但是保护了你几万块钱的东西 嗯 而且它是个心情剪 你知道吗 你有个镜头 嗯 你丢了镜头盖 你心情不好了 哦 你懂吗 这个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 影响我一天拍摄 早上就丢了 我得纪念它一整天 我想它放哪了 一天这样就拍就拍不好了 您这心情挺费钱 这是当初验证已经都做完了 嗯 但是最终公司全部投了否 然后就没有出这个产品 你不觉得我应该出这么一个产品吗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你们真的会花钱买这种东西吗 这个 是我觉得更天才的一个想法 嗯 我们公司有很多影视飓风的定制雨伞 定制雨伞 诶 室内不能撑伞 赶快说起来 这个 为什么室内不能撑伞 忘了 是什么典故来的 会长不高 嗯 那没所谓了 这是我们的雨伞做了一个logo 嗯 很细致 很不错 唯一的问题 就是它只能用一次 就被人拿走不知道去哪了 对 直到有一天我灵机乍现 为什么不给雨伞下面装上一个AirTag呢 通过AirTag防止雨伞丢失的雨伞 嗯 所以我们3D打印了一个雨伞AirTag 准确地装到这里 这样的话行政可以精准地追踪到 到底是现在一个小可爱 把我们的雨伞拿走 嗯 这个是我们其实做的还挺不错 我们做的一个手柄 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自研的产品 然后你看这种结构件 你直接做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飘跃他们会做这么多东西 这个呢是我们用3D打印 就是去验证它整体的一个结构 因为其实3D打印 呃相对来说跟正常最后的开模 肯定还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你看德鱼 现在其实3D打印它整体精度还蛮高的 你像这个手柄 其实我们全部都分件打出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预组装 就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呢其实逻辑上来说 属于很早期的手柄 就是大概看一下它 OberOK能不能用这样子 然后呢 呃别的还有一些更怪的东西 这两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产品 但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产品 还是得先卖个关子 我知道你看着觉得 Timing又开始犯傻了 他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大有可为 好 你认可吗 呃我认可 你打心底里认可 呃打心底里不重要 我认可了就可以了 就是你有的时候有个创意 你假如要等待别人帮你用车窗车出来 你的创意早就消失殆尽了 而且以前呢 就是我们没有3D打印机的时候 我们为了验证Timing的想法是愚蠢的 我们通常要花上这个三到五天 但现在呢 基本上我们一天以内就可以告诉他 哎太蠢了 这是非常殆尽的一个事情 那除了产品 在我们公司里面 另外一个3D打印用的非常多的板块 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工具 那我们公司也有专门的设计师和道具师 有些市面上没有现成方案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自己设计 然后Bew 就把它打出来 那比如这个 是我们给公司所有员工发的小金牌和小银牌 还有周年纪念牌的设计的一个置物价 这个放在桌上 对吧 挺有纪念意义 但是通常又买不到 那最近让我们觉得最不错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就是一个点印评价模块 那简单来说 就是运营组织各部门的伙伴提前来审片 站在观众的视角提出感受和建议 但这有个缺点 就是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 是没办法进行实时的反馈的 最后收集的意见也都会比较模糊 那经过不断的迭代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给每位参与点印的朋友 发这样一个模线模块 三个按钮分别对应着赞 标记 还有彩 你可以在审片的时候随时按下 这样在点印结束之后 后台就能够自动汇总大家的实时意见 按照时间轴 生成一个像这样的风骨图 哪里好 哪里不好 一目两人 这也是我觉得3D打印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非常的独特 完全完全贴合你的需求 比如它本质 其实就是一个蓝牙键盘 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你需要限制它的键的数量 这样用户才能更容易去触发它 所以我觉得和市面上 大多数的按钮的设计都不太一样 而我们这次用的拓竹HLD打印机 相比我们之前我觉得有个很大的更新 就是双喷头设计 这样我们在打印点印按钮 这种多色模型的时候 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材料 我们用它最新的激光加工 还有束控切割 来给这个点音模块做了一些处理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节目里面 会有3D打印的身影 除了开头提到过的微缩礼物 我们之前做过的3D mapping节目里面 那个4乘3.5米的微缩上海 也是3D打印出来的 项目结束之后 就贴在了我们公司博物馆的墙上 成为了我们公司的一部分 这就会让我不禁去想 之前我们做的很多节目 我们是个影像公司 都是以影像的方式来留存的 它缺乏一个实体的东西 或者能分享给别人的实体 但是3D打印这个技术真的很有意思 它和别的方式不一样 我可以做好东西分享给你 你在房间里也可以拥有它 如果我们未来做一个 我们公司的stonebase的模型 那我可以分享给你 你就可以在你的房间里面找出来 那如果说让我找一个方式 来形容3D打印 我们拍了一些有趣的镜头 我觉得应该会觉得有意思 3D打印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 现代版的神笔马良 那只神奇的画笔 就是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en the breeze is low Friends we meet And the seas we sow Together we will flow Zither Harp 洛比成真的传说似乎离我们不再遥远 3D打印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 正在变为触手可及的未来 当然我们对于3D打印的应用现在说真的 但还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玩法 比如扫描结合 你可以做很多独特的设计 像是产品的硬件 适合场景的玩具等等 再比如现在有了AI建模之后 你不会画画 不会建模不要紧 你可以定制自己的模型 可以打印出一个自己形象的玩偶 或者是让儿时的涂鸦跃出纸面 这只马良的笔正在更多人手中 延伸出无限的可能 那也再次感谢拓柱科技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公司里有了这么多有趣有用的好东西 3年前拓柱XTC陪伴我们在产品业务上不断探索 如今性能更强大的HLD 让我们有了更多创造的自由 我相信无论是手工爱好者 模型达人 还是专业设计师工程师 3D打印都可以帮你突破想象的边界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我们给我们点赞和V3D转发 这我们非常的帮助 也可以晒一下你的3D作品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